大家好 我们是天心设计 今天我们要开箱高雄市中心 一个高一附近的新建案 这个新建案叫景都新 那它这个是两房的房型 那我们帮大家开箱看看 我们天心怎么帮这位老客户 为什么是老客户 因为这个客户已经跟我们装潢了三次 好吧 这已经是第三间找我们设计 今天就来开箱这个两房的空间 我们怎么帮它打造这个舒适 它要放松施压的环境 好 请到玄关 再来是玄关的地区 有发现不一样吗 我们这里没有铺地板 因为面左我们就是厨房区了 厨房比较会有潮湿嘛 洗碗会弄湿 所以我们这边就维持原本建商 磁砖面的地板 那贴心很贴心的 就是有帮它设计的电器轨 我们设计师不太知道客户的电器有哪些 所以通常都会建议客人 给我们电器的尺寸 让我们可以放 以确保后面的电器就可以放进来 然后再来 预留一定要的就是冰箱的空间 那冰箱一定要什么 就是插座 所以我们插座当然也要保留给客户 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有发现这个不规则纹理 然后有点珍珠质感的漆吗 这个是德里的质感漆 它漆起来会比清水模更高级一点 因为现在很流行清水模的氛围 那它的纹理像清水模 但是质感有珍珠光 所以看起来比较贵气 所以喜欢轻奢风的客人可以使用看看 再来一定要是鞋子很多 怎么办 旋转鞋架 有发现吗 它就是两倍的量 我们可以放比较多双的鞋子 然后再来上下柜也是现在客人很喜欢的设计 那我们这边就特别强调一下 上下柜加镜子然后加打灯 因为有加灯的效果有看到吗 它很多 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做上下柜 做打灯的设计 那一进来 对讲机建商一定不会在这里 那怎么办 我们就请弱电厂商来做位移的动作 那一进来也帮你贴心了设计了插座 因为进来可能我们要开客厅的灯 或走道的灯 参座的区域灯一样就在这边控制 然后我们这边有做一个木座 做出来圆弧形 有看到吗 这一种实木皮也是比较有层次的实木皮纹路 这种纹路叫水波纹 这个也算是比较高级木座的做法 再来要到客厅的区域 我们总监改善了客人的困扰 因为新房子进来 这边有一只非常明显的梁柱 那我们就想办法修饰掉它 希望借由这个木纹L型 有拉长这个空间的比例之外 顺便打造场域的划分 是用木纹的合适天花板 客厅我们就要打造明天暗房明亮的空间感 所以我们把这个天花板拉高 顺便做间接照明 这样子空间比较大 这样就可以让心情变好好吗 所以希望客户可以住得很开心 很重要的是这个玄关鞋柜 因为这个空间我们的老客户是希望可以有宽敞的感觉 然后给设计师的想法 我们就尽量想办法它完成 它宽敞的感觉 我们就给它一个展示柜 收纳柜 那尤其这个收纳柜的后面是电梯 所以我们有特别做了加强 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吵杂的声音 再来一定要的就是电视墙了 有没有 那这里就是一面端井墙 未来当电视墙都没有问题 就是一块很有国画气质 山水化感觉的时温板 一定要的就是上下打灯 因为这样子氛围可以拉长比例 然后还有木格柵的概念 我听屋主说他喜欢日式风格 他的长辈也是喜欢这种风格 所以这一次我们铺了长板型的12mm的卡扣式超耐磨地板 就是可以延伸板长 因为它的板长是200公分 可以让这个小空间有拉长放大的比例 所以小空间我们也是很推这个长板的超耐磨地板 那再来这个是所谓的加一房 我们特别没有隔间 希望看起来是通透的感觉 因为客人想要舒压 四压的感觉 那其实有时候小房子住久了 会有一点心情很屋主闷闷的感觉 那我们就保持这个宽阔感给客人 然后保有一些弹性 那这里我们有特别做家高打灯 因为我希望屋主可以以后 可能跟太太啊或跟朋友 可以在这边坐着合适 就是在那边品茶 我觉得这样也是很棒 那这里我们一样做的是现在流行的质感器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延伸过来的质感器 那一定要的就是做一个调图轨挂画 让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除了一步一杀 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意师可以完整帮大家规划一步一杀 那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叫做木把叶的东西 对这个是美式氛围或者是日式无音风其实都很适合 所以我用给大家看 它就会有可以光影的呈现 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光线层次出来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现在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也可以转成这样 然后会整个密起来 所以这个调节光线的效果是蛮好的 所以蛮适合用在譬如说像这种加一房或书房的空间 那这种木板叶推荐给大家 好 再来我们要走进主卧的空间 Go 再来我要走进主卧的空间 有发现吗 它这里的房型因为客人想要不分区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设定床头 现在这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 但是有发现这里就会对厕所 所以我们有特别做这个隔间 还有这个铝康固定屏风来当隔屏的感觉 这里我们有稍微架高 就是让客人直接像日式风格 直接可以摆一个软的床垫就可以在这边休息了 那主卧我们特别改造 打造比较美式还有清新的风格 因为客人尝掉他希望可以有舒压 说服的感觉 我们特别给他珍珠光泽的质感漆 再加上美式线板风 这种浅色的心情让心情变好 我们再来看床尾 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很厉害的色墙 客人给我们的发想 他想要蓄日东森的感觉 所以我们有办法用一个躺在那边 有点像太阳一样升起的感觉 不用去外面看日出 在家就可以看得到 这种营造的是一个清新的感觉 让进来主卧就是一个非常放松 像大自然的样子 客人可以身心疏压 好不好 现在的人压力都太大了 那看到这里就会非常的舒服 好 那再来是衣柜 那客人有指定他抽屉的高度 还有上下吊也是要做衣柜的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全身镜在哪里呢 真的就是女生的最爱 她的全身镜就采用在柜体的侧边 那一样 因为原本一定会有开关嘛 所以我们就把开关设定在这里 灯关掉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有两种不同的氛围 那我要看衣服 我不用一定要开门才看得到里面 这个设计有没有很棒 是拍拍手冰箱吗 好大概是一样的道理啦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玻璃 铝框黑波比较特别的特性 好那一定要讲的就是天花板 这种就叫做悬吊式天花板 这里有梁柱 所以我们有特别梁下打灯做衣柜 让这个柱子的量看起来比较小 好那这里就是开箱完主卧咯 补充说明 这里是入门的空间 所以我们设定一个插座 因为屋主他可能可以在这边吹头发 然后这边我们有做一个架子 因为屋主有指定 他洗完找出来的丝毛巾 可以挂在这个区域 这样是方便的 那刚才我们就有提到 这一面墙会对着厕所嘛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固定革屏 挡住床头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长红玻璃 好运长红的玻璃给屋主 再来我们要介绍次卧的空间 几次卧比较特别 我们就先把它留白 然后未来有需要再来使用 有发现这个窗楼 我们直接坐到顶下来 空间会有拉高 屋主本身真的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让它有拉高的感觉 然后我要开一个秘密武器 有看到吗 本来窗户只有在这边 一般如果没有找设计师的客户 应该就只会坐到这边 没有 我们设计师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们会希望你整片拉宽拉高 让视觉的比例会有放大的感觉 这个就是一个小设计啦 推荐给大家 好 我要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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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我们视频的朋友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我怀着感恩的心感谢你们 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 按赞 加分享 分享给需要装潢的朋友 好不好 贴心最贴心 好 可以了 怎样 好 你们有做瑜伽吗 那行 好可以 下次做一下还不错 身心灵的书展 可以吗 好 今天 再详策 经历 经历 不 Sho 可 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